从前的日子很慢 车 马 邮件 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爷爷住院了 糖尿病病发症 住院之前刚给奶奶做好午饭 下午就给大伯打电话说 已经站不住了 奶奶不仅耳朵眼睛都不好 还有一些小脑萎缩 老年痴呆 他一点都不知道爷爷怎么了 爸爸把奶奶接到我家的时候 奶奶眼神内一片茫然 一直问我 你爷爷干嘛去了 我们说爷爷是去菜市场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奶奶记性不好 过一会儿又问一遍 好像他也感觉不到时间在动 我们就这样用一句去菜市场 应付奶奶了一个星期 他也没有察觉 爸爸和姑姑在医院陪护 我们晚辈每天去医院看望爷爷 爷爷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都会问 你奶奶在哪呢 今天晚上是谁在家住的 吃的什么 听说奶奶三十多岁时 得过一场大病 从那以后身体一直都很弱 什么都做不了了 爷爷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洗衣烧水做饭带孩子 为奶奶调好药酒 逼着奶奶喝 后来从不喝酒的奶奶 从那场病以后 染上了酒瓶 每顿饭都要用热水 温上三两白酒 再配上一把花生米 酒一定是要在酒厂 打得三酒 花生米一定得是自家地里长的 再后来每天在家 什么都不做的奶奶 又迷上了豆排 抽烟 那个年代的农村小老太太 走在一圈 斗黑排 用小纸条 裹烟叶子 好烟是酒 又惹上堵的 还身体不好的奶奶 爷爷一照顾 就是四十多年 爷爷脾气很大 又固执 一副老革命者的做派 晚辈们 没有敢指示爷爷说话的 奶奶耳朵不好使 爷爷和奶奶说话 他很少听得到 几乎每天爷爷都是吼着 和奶奶说话 奶奶就笑呵呵的 爷爷说什么 就是什么 只要爷爷说的 就是对的 有一次我蹲在老房子里的院子里 看着正在中菜的爷爷 不禁问起 您怎么和奶奶认识的 爷爷挑着丝瓜秧子说 别人介绍的 就结了婚 没两年 闹文革 我被关了起来 你奶奶就带着 刚会走路的大伯 和尚在强保中的姑姑 照顾着我爸妈 一等就是四五年 平日里爷爷总是 很嫌弃地说奶奶 你懂什么 却在每次看到奶奶 傻傻地看着我们这些孩子 去看她 却认不出我们的时候 在一旁 看着奶奶笑 那天我说要给爷爷拍照 爷爷拉着奶奶说 我要和你奶奶合照 快 看着镜头笑 说着 爷爷揉揉奶奶的脑袋 奶奶有时候 明白过来 就爱和我们讲故事 笑着说 我糊涂了一辈子 做过最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嫁给了你爷爷 1943世界大战 阿玛年轻的时候 爷爷爱她那么多 他们感情很深 当时爷爷 神父中人 就在理想的那夜 给了阿玛一个吻 轻声说到 我要离去 别再哭泣 不要伤心 请你相信我 要等待 我的爱 陪你永不离开 因为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牵着手 在草原亭 鸟儿歌唱的声音 听我说声 我爱你 我爱你 夕阳西夏 鸟儿回家 妈妈躺在冰床上 呼吸有一点散漫 眼神却很轮廓 看着爷爷 石头的眼 握着她粗糙的手 慢慢泪水开始流 轻声说到 我要离去 别再哭泣 不要伤心 请你相信我 要等待 我的爱 陪你永不离开 因为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牵着手 我们牵着手 在草原亭 有了歌唱的声音 听我说声 我爱你 我要离去 别再哭泣 别再哭泣 不要伤心 请你相信我 要等待 我的爱 陪你永不离开 因为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牵着手 在草原亭 鸟儿歌唱的声音 听我说声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